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国乐语一小时的特别联播专辑 我是王伟 大家好 佩地师姐 您好 大家好 我是杨佩馨 王伟 您好 因为您有公务 错过了专程从中国大陆扬州市法驾多伦多的慧宽法师 特别为多伦多佛观三世主讲了一场 开创智慧人生 谈情绪管理的人生讲座 太精彩了 我知道啊 可是因为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师父非常的慈悲 特别为我们电台红法的节目而留下来 给我们进行了今天的一个特别专访 如果在3月2号当天 也像我一样错过了慧宽法师演讲的听众朋友们 一定要留下来跟我们一起 现在让我们来恭请我们的慧宽法师 师父 阿弥陀佛 欢迎慧宽法师师父吉祥 两位主持人吉祥 各位听友大家吉祥 那师父真的很慈悲 在百忙之中来多伦多 还有其实这个访问我们是录音访问的 因为3月2号做完讲座 3月3号师父就坐飞机回去了 那就很谢谢慧宽法师 帮我们的心灵花园跟欢喜自在的听众结缘 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 我们会就是说天南地北的跟师父请法 然后呢希望呢从聊天之中呢 让听众朋友多一些了解我们的慧宽法师好不好 嗯 没错了 其实呢慧宽法师呢 在这个校园外面的有一个称号 叫做校园王子 对 它就让我想到 其实我小时候我妈妈也给我一个称号 你知道吗 叫做校园浪子 哎呦 拜托啦 你看慧宽师父都笑出来了 当然啊 师父啊 我也想告诉您啊 您的多伦多粉丝还不少啊 谢谢 老中青三代都有 我是老的那一代啦 当然啊 我们王伟呢 我是幼儿班那一代的 新年轻最重要 没错没错 好 那么我们言归正传啊 师父啊 第一个问题呢 我很想为我们的听众朋友 请问师父 听说您是18岁就出家了 那为什么这么小的年纪就决定出家 然后呢 当时我知道您的学业还没有完成的 那是什么因缘让你做这么大的一个决定呢 其实18岁也不是太小了 大师都12岁就出家了 所以18岁已经是成年人了 我想其实当时我出家是因为我15岁学佛 跟着我的父母都一起全家都到佛光山去参加很多的活动 所以参加过大专佛学夏令营 参加了两次的短期出家 也常常呢听大师的开示 还有佛光山很多法师的演讲 所以从那里面呢感受到佛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宗教 我们全家也都是这样信仰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想出家 那时候只有想学佛很好 做一个佛教青年很好 但是到了两次短期出家以后 其实对我的影响很大 因为短期出家让我认识原来出家人不是我们想象的 好像这个很枯燥乏味啊 或者是说每天只是念经就不做其他事情 发现原来出家人要做的事情更多 而且我看着很多法师在讲课各方面 我自己也觉得如果我出家 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这样子到处去弘法 到处去讲课 就像我现在所做的事情 就如同我当时出家所想的这个样子 而且当时大师在25年前 大师那时候应该是63岁 我一直都觉得师傅年纪也慢慢的增长 我们应该要赶紧抓住大师的这个红法呀 能够追随他的这个脚步啊 所以即使我学业那时候还没有完成 我就跟大师请求我要能够出家 然后大师也同意 所以我后来又再穿着僧服 再回到学校去念书 那那个时候我就想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那你出家了要穿僧服啊 回到学校你的特殊的外形 您是怎么样去把自己融合在里面 其实我从15岁16岁学佛以后 我到了17 8岁跟我的同学都是知道我学佛 而且我去短期出家 男中要剃头啊 所以回来他们也都知道 你暑假去参加短期出家 所以他们对于我出家 我都是先预告了 告诉他我要出家的事情 所以他们不是突然间 完全不知道我有宗教信仰 然后突然间变成出家人 不是 所以我在学校跟同学相处的关系 本来就很好 但是会遇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比如说会有陌生的同学 不是我认识的别的科系的 就会跟你打招呼 然后就跟你说 阿弥陀佛 这个散哉散哉啊 然后这个 我说你认识我 他说不用认识 你穿的衣服很明显啊 这个我们都认得你啊 那时候我也出完家 要回学校的时候大师也特别跟我叮咛 要跟同学有更好的互动 因为不能说因为出家了 就好像跟同学的关系 就让人家 就脱节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在学校 基本上人缘还是非常好 而且也很用功嘛 所以老师对我的印象也都非常好 所以呢 可能同学看到这个会观法事的时候 都想说 哦 你现在是长期出家 不是短期出家 那师傅啊 那我们都知道呢 您现在调派到一个新的地方哦 比如说你刚刚才派往去 这个扬州哦 那你是如何去适应这个不同环境的呢 对 这个出家人 基本上就叫云水生嘛 就像云跟水一样啊 云飘到哪里呢 就到哪里去 水到哪里 流到哪里就往哪里去 所以其实 基本上我适应能力还可以 而且我去一个城市会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一定会先去买一张地图 然后就把它贴在我的房间 把每一条路都背起来 背起来以后呢 你是不容易让它变成立体感 那怎么办呢 只要我遇到一个人 我就问他 你家住哪里啊 他就说 我住哪一条路 我就 那个路在我的心中就有一个浮现 有一个点就对了 对对对 所以呢 我很快的一个礼拜 我就可以把整个扬州市座的路都背下来 然后遇到人 我就说 你家就在那 换我告诉他 你家就在那条附近 跟那条路的附近 说法师你太厉害了 你才来扬州 一个礼拜 反而当地人是不太被路名的 对对 当地人常会说 左转再右转再左转 他不太会讲路名 反而我们很会背这个 所以我觉得既然去一个地方 就尽快的去融入 反而是让自己更快的去 适应那个地方的生活 那下次我有机会去扬州 万一迷路的话 那我就一定可以打电话 找这个会判法师 没问题 没问题 对对对 那我想请问师傅 您本来生活在台湾是吗 然后突然之间掉到中国大陆 那两面的这个环境 可能有些不同 他的文化差异 对对对 那当时师傅是怎么样去 就说 适应 适应这个环境 我想用适应来讲的话 我倒觉得用理解比较好 就是能够去理解 他们其实曾经因为经过了一些 像文化大革命啊 一些事情 所以他断成了一些 中华传统文化 就不像台湾啊香港澳门还保有比较好传统化 不过现在大家都很认真的在学习 开设了很多国学班 很多的这些 他们常跟我说 法师啊我们现在在补课 在补 而且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五六四岁的人在补这些论语啊 这个这个孔孟思想啊 这些古文观子等等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也会越来越进步 本来大家就是同样的中华文化 只是可能有一段时间 他们比较没有去学习 所以你用这样子去想我记得我要掉去大陆的时候 师父就跟我说你们去啊会很好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们会感受到我五十年前 我当时来台湾那时候的一种环境 比如说很多人看到出家人觉得很奇怪 然后呢他会有很多好奇的问题问你 现在台湾的人看到法师都不会这样子 他会很亲切 对对对 因为人间佛教很普及了嘛 是是是 所以这个大师说你们去了 反而你们更能够感受到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这个弘法对自己是一种更好的一种历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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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大师推药的那个人间佛教 在中国大陆这个环境现在其实是很实用的 那师父 现在我们这年轻不是有些人叫他们做低头一族吗 那就跟人的沟通啊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障碍 那师父对这个低头族您是怎么看法 低头族其实像我在上就是3月2号在多伦多佛光山讲座的时候 我就提醒大家 我说其实科技 绝对是带给大家方便 这个是你不可去逆反的 而且不需要说去反对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 不要被科技给绑住了 不要被科技啊 这些手机给绑架了 就是你需要用它的时候 你可以善用它 你不要用它的时候 不要动不动五分钟 十分钟就从口袋拿出来 其实就明明没有讯息 脸书也没有人更新 但是自己就会一直滑手机 然后就一直觉得 怎么今天都没有什么新的 这个line给我啊 怎么样子 这个就是变成一种 轻微的焦虑的状态 所以其实科技 不是要带给人焦虑 它是要带给你方便 但是方便 因为大家用的太频繁 太习惯了以后呢 对 它反而就会造成说 他自己就是心情的这个问题 而且加上他 因为都用这些方式沟通 人际关系 可能对面的时候 他就表达的不是特别好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常常 你看像很多人一起吃饭 吃了几口饭以后 每个人都低下头来 看自己的手机 我是觉得那个同学会 以后就用视讯开就好了 就不用到那个 所以现在很多聚会 他们都会约定好说 我们今天的聚会 谁先拿手机 谁要罚钱 谁要罚钱 对 现在很多的聚会 对 就是说大家这场聚会 两个小时 不要看手机 是 好 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 我们还有更多更精彩的问题呢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惠欢法师 千万不要走开哦 不要走远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再次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心灵花园还有欢喜自在的联播专辑 然后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呢 有我们的会观法师 在这边呢 我们刚刚在这个广告的中间呢 还聊了一些跟会观法师 还在那边笑得很开心哦 其实我刚刚就是在请教这个会观法师说呢 我刚刚来加拿大的时候 因为不是住在这个多云多的外围 就是哈姆腾那边 然后呢我的邻居就是一个 做农作物的一位先生 我看他有时候发脾气的时候呢 都会讲一句英文哦 我就问他太太说 为什么你先生每次发脾气的时候 都要讲那句话呢 然后他就说因为有人教他是说 你只要生气的时候 你就讲那句话 那他就直接联想到说 他就必须要count down下来 就是要情绪要稳定下来 那我们刚刚请教会观法师说 那在佛教上来讲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练习呢 对啊 这个就是我那天3月2号 在多伦多佛光山讲演的时候 其中有一点讲到这个自我对话 就是你当你情绪来的时候 你自己要有一句话 而且那话不要太长 一句或是两句 所以在佛教其实最常用像欧弥陀佛啊 比如说哎呀这个人开车 临时超车不守规矩 你说哎这个人开车这么欧弥陀佛 这可能就代替了你讲说 哦这个开车他是准备去死吧 啊这种话他你就不会再讲 你就有一个替代 或者是你遇到一些事情 你可以自己讲比如说 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当你这样讲的时候 你自己就会停半拍 停下来然后再想一想 即使你骂他的时候 你生气的时候 其实他对方没听到 是你自己听到 而且还伤害了自己的这些荷尔蒙啊 这些激素啊 所以这个方法是一种 这个情绪管理的其中一个步骤 就像刚刚我们在广告当中呢 师傅还提到就说 如果你小孩看到小孩生气的时候 你可以说你怎么这么欧弥陀佛呢 对对对对 比骂他或者是用一些不好的字眼 好的的话 欧弥陀佛真的很好用 如果从现在开始我这样用的话 我同修可能会说 哇你怎么现在越来越有佛光普照的感觉 是很好啊 也是一个好习惯哦 你剃光头就会很有 头很亮 很有普照的亮度 所以我现在多一个称号 叫做我这个校园浪子 师傅啊 因为很多朋友啊 都知道我们要跟师傅做这个访问啊 所以呢就给了一些问题 托我们呢要向师傅请法 就是说有一些我们的师姐 她呢自己很喜欢来佛堂 但是呢她的家人呢也不反对 也不支持的 那请他们来参加活动啊也没兴趣 那这位师姐呢很想 就是说接引她的同修啊 家里的孩子啊 兄弟姐妹啊来佛堂 她应该用什么方法可以成功呢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她来吃饭 或是让她来参加一些 我们像义工联谊啊 一些比较属于不是太宗教性太强的 比如说不要一下子就叫她拜佛 她不会拜 一下子叫她听课 她听得太多佛教 明相睡早了 所以你让她参加像一些联谊会啊 庆生会啊 或者是比如说中午要吃饭的时候 午灾她虽然没有参加这个前面的法会 但是快午灾之前你请她来 也许她刚好听到那段 这个永古法师开示啊 然后再请她一起吃饭 我觉得很多时候可以用这些方式慢慢的见 比较轻松一点 让她对我们有一些认识 因为她有时候没走进来 她自己会想象 这个宗教是怎么样啊 她自己也许她就不是那么样肯定 让她走进来看看 但是不要一下子就叫她参加什么法会啊 这些仪式 我怕她可能会因为不熟悉 反而更拒绝了 把她弄得尴尬 然后她就不敢来 那慧光法师啊 像刚刚这个佩迪斯也提到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这个建议一些家人 他们来比如说来佛堂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看到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 可能他们做一些事情呢 或是说一些话 我们可以说不太如法 那甚至对这个佛教不是很尊敬 那身为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呢 可不可以 你会想法师给我们一些这个idea 开始一下 我觉得对佛教不尊敬的人 其实都会用另外一个方法去看待 其实这种人是很有可能会变成佛教徒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对你有意见 所以这时候你如果能够解决他心中的疑惑 他就能够接触佛教 最难度的人呢 就是对佛教都没有任何意见 不批评也不反对也那种 这样的人反而更难 所以有时候大家不要遇到一些 比如说有些人他有时候 对出家人不是那么尊敬 是因为他不理解 所以不要去怪他 但是呢等到你慢慢能够让他理解了 很多时候他其实反而是 更有这个得度的机会 而且这个云云众生啊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 通通都一定要都是一个模子 都是一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要有更大的这个智慧啊 这个宽容去接纳更多的人 而且很多人其实曾经可能都 对佛教对宗教有过批评 可是后来都变佛教徒的都很多 是吗 师父今天这么讲 就给了我一个新的方向 其实我一直以为 他们这些人真的很可怜 没机会接触佛法 没有没有 我觉得他们能够 比如说像有人常常就会问我说 法师如果全世界人 都像你一样去出家 那全世界就没人了 因为大家都不再生小孩了 就没人了 其实问这样的话的人 就是绝对不会出家的那个 所以我就跟他讲 全世界人都出家 你应该不会出家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不要出家 我不要出家 我说对 所以最后会变成你自己一个人 就可以生出小孩了 因为就会担心生殖 然后他就觉得 哎呀好特别 我发生你 然后之后就开始跟我聊起来 然后慢慢慢慢 对佛教就另外一种观感 另外一种这个兴趣 所以这个 有时候我们看到人 不要一下子就觉得说 他不尊重 我们就拒绝他 我反而觉得 有时候你把他当朋友 先把他接纳进来 是 是是是是 那还有呢 师傅 就是说那一天 三月二号的那个讲究 我也在座 那听师傅跟我们讲呢 我们要学习 这个情绪的表达 那请问怎么样才可以 很恰当的表达我们的情绪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不是专家嘛 以为自己表达了情绪 但是其实是错误的表达了 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 尤其我们华人 很因为面子的问题 所以常常就会 没有把自己心里的话 让对方了解 包括你当场的这个心情 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 这个一个事情 可能你已经很累了 那这时候你可能要让对方 知道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可以适度的去表达 但是很多时候 包括跟小孩子的沟通 家庭的沟通 夫妻的沟通 也是一样 我觉得这个表达 其实都是要学习 像我那天举的一个例子 我说比如说 可能太太打电话给先生 因为各位知道 男生跟女生的大脑 在一些思考的模式上 是不太一样 这个没有什么优缺点 就是对感性 理性 对着重的问题 是不太一样 对 比如说女生 她很在意结婚 周年纪念日 我爸爸妈妈的生日 我们这个恋爱的第一天 很多事情要纪念 可是她这时候 打电话给她先生 说老公你记得 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要提早下班 很多男生就会直接回答 今天是什么日子 不重要 不重要 这样就很难受 如果你可以跟她讲说 对今天你既然打来 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你的老婆一定会说 那你记得 最近还是有点痴呆症 脑退化症 有点忘记了 还是你说 这个时候她不会生气 因为你已经先同理心 她刚才说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你也顺着她的意 所以我常常讲说 这个人做情绪表达 做很多的事情 其实都要正向的 正向的去表达 让对方能够理解 这个我学到了 下次我太太打电话来的时候 我就说 我跟你在一起 每一天都是重要的日子 这个很高竿 这个下次我演讲 就把王伟的例子拿来 我又学习到 是吧 那师傅啊 还是说一般来讲 像我们在国外来讲 比如说已经跟这个声音上的来往来讲 有很多一些国外的朋友 比如说在会议当中 我非常喜欢他们这个外国人的一个 他们的方法就是说 在开会的时候 他们我们可以针对一个事情去讨论 有的时候可以讨论的非常激烈 可是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呢 大家一样照样出去一起去吃饭啊 还在一起去 好像就好朋友一样 就是说他们会把事情 就当做在那个适当的时刻 就是解决掉了 之后来讲的话 就是说 我们不会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可是我们一般华人来讲的话 就好像比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存在 那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啊 这个我觉得要看人啦 因为你不能够完全说 一定要改变东方的文化 我觉得也不尽然 但是有些好的地方 比如说像我说西方人 他们很擅长 比如说他今天身体不太舒服 他会跟他同事说 比如说Let me alone啊 让我自己静一静啊 让我安静一下 这华人就不太 就会常常会忍住 然后等他同事关心几次以后 他就说你烦不烦 你没看我今天脸色不好 可是他没 他就是来关心 但是你又不回答他 到底你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 对 没错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个就是看你的工作环境 如果你是跟西方人在一起多一点 也许你可以多用这种直接表达 如果是跟东方人 我觉得也不完全说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 事情过了 不要一直放在心里面 因为放在心里面 其实对自己的伤害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事情过了就尽量能够 我们这样讲的活在当下 不要说在会议上 刚才他批评了我 然后我就把他记得 下次我一定要反手 反击他一次 我觉得真的太累人了 还要学习怎么样放下 对 这是很重要 是 那师傅我还有一些朋友呢 他们的习惯很奇怪 就是说很有爱心 很喜欢去关怀人 家人啊什么的 但是呢他每次用的方法都是 好像在骂人这样 好像 比如说 哎呀你干嘛不算多一点吗 这么冷的天气冻死你 这样 这类的话 师傅应该我们怎么样去跟他 就是说沟通 希望他下次的话 讲得比较柔软一点 这个部分只有他自己愿意改变才有办法 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 因为大师常常讲要给人接受 他讲这样的话 其实一般人听得不舒服 反而就更不能接受 所以这个就是他自己本身从小的教育 他觉得我就是这么直接 这样子 但是你直接的到底别人能不能感受到你的爱心 如果你能够再柔软一点 再圆柔一点 也许会更好一些 所以我想其实大家能够大师常常讲 说好话 做好事存好心 既然已经有好心了 为什么不把话变好话呢 对不对 为什么他讲冻死你呢 对不对 就说哎呀这个你多穿点衣服啊 比较以免着凉啊 我都好照顾你的 希望多关心你的身体 所以他出发点是好心 对对对 所以既然存好心了 就做好事跟说好话 所以听完会观法师的讲话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演得非常欢喜的呢 请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因为我们在广告之后呢 我们将会进行到我们的 今天的欢喜自在的节目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